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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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蓝色的五号毛巾 扔向舞台 不喜欢则不投票 来三二一请投票 谢谢 那接下来有请Dickens 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Dickens和叶清俊 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好可爱的一个作品 我们来听听四位队长 对于我们Dickens的总决赛作品 有什么样的点评 韩庚队长 我知道Dickens是非常喜欢足球的 没想到把这个街舞和足球 就是融合得这么好 对 包括很多的编排 都非常的很吸引你 很棒 毕博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很棒 就是把两个自己喜欢的东西 融合到一个舞台上去展现 真的很棒 而且是我觉得用足球的这个道具 真的是很有很有很有风险 因为它是圆的 随时都有可能滚动 所以说我也相信 你们肯定是经过 很认真地精心地排练 然后不让那个动作去撞到足球 然后开场的时候 我也有看到你们就是队的那个足球 有很多step上的一些设计 我觉得真的很棒 对 还有很喜欢那个球 从这边轨到那边的那个画面 那个设计特别好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全然肯定要练 要练很多的遍 要练很多次才能去 不要去踢到这个球 不要去失误 其实挺难的 编排 其实我看那个装置在上的时候 那俩球门在上的时候 庚哥跟一博就在聊 是不是那个装置一上来 你们俩就知道 Dickens要来了 对 他一直都很喜欢足球 但没有想到 我知道有功夫足球 没有想到有一个街舞足球 对 我们来听听 程森队长 就像前面两位队长说的 我觉得Dickens 把他人生最热爱的两件事情 合并在一起 我觉得融入的非常非常不错 真的是有足球选手的那个感觉 包括变排 我觉得也是设计的很巧妙 因为他的走位要从中间 然后又回到后面的时候 他会不让我们 从观众的视角 有一个空白的感觉 还是有小朋友也好 我特别喜欢 前面再叉叉叉叉叉叉 转转转圈圈 然后那个球再过来 这个设计得很好 包括中间 他的走位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我很喜欢 也是很Dickens 很棒 来 我们听听刘雨昕队长 是不是喜欢这支作品 我记得Dickens之前说过 如果有平行宇宙的话 Dickens应该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所以这一次其实把Dickens 最喜欢的舞蹈和足球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而且里面的很多的队形 编排的设计 其实都是真的是在表达 而不是中间有很多的转场 是去空调 或者觉得哪里会很空 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作品 加油 就像四位队长说的 Dickens把自己的两大热爱 都呈现在了我们总决赛的舞台上 我们来听听听到了 四位队对于这支总决赛的作品 这么喜欢 Dickens自己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YES WELL As they said I always love Football From first patient And then Dance come to my life So I had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dance and football Even if football Sill my first patient I change I start dancing And I keep And I keep How can I say And I keep I keep my first patient Inside of me I mean I never give up About football Even if I'm doing dance You know in the big stage Like the big stage Like this one I just focus on doing Two things that I really love And share with everybody And also The champion The World Cup Is soon It's very soon It'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o for me It was the perfect timing To show this performance And to share this With all of you guys My passion 有请欢迎老师 就如刚刚有说过的 我最初最早的一个热爱 其实是足球 之后呢 我又开始去 喜欢上了街舞 那之后呢 我可能要做出一个选 那个时候我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足球还是街舞 足球是我第一个热爱的东西 但是之后呢 我就转向了街舞 我开始跳街舞一直坚持下去 但是足球仍然长存于心 没 跳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但是我还是既坚持街舞 又继续热爱着 坚持着足球 并且和大家分享我的热爱 今年也是在年底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足球比赛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让我在舞台上能够跟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把足球和街舞 我的两大热爱结合起来的作品 而且我也想要加一点 最初我来到这个电视剧 我只是在一生, 而我就是那種新的給我, 因為它是關於展示娃娃 和不同的事情要做, 然後ZiCo來的, 然後現在就變了, 因為我找到我的隊伍, 我的兄弟, 我現在是非常樂意, 所有事情我們以前做的, 有很多事情好, 我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認識了很多人, 这就是我的舞蹈生活最后的最后的经济的经济 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也很高兴 我想再加上一个最后一件事,就是Ziko 我想祝他好幸运,他得罪了,加油 带一老师 谢谢 其实我最开始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还是感觉比较孤单的 因为我自己要去做很多新的尝试 比如说去尝试做作品 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很新的事情 那之后呢 Zico来了 就改变了一切 Zico是我的队友 我的兄弟 我和他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 而且在节目里面创造了很多 很好的记忆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合作 也见到了和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和人 那我可以说来到我们节目 是自打我开始跳舞以来最好的经历 我在这里尝试了很多新鲜的事物 我非常非常喜欢在这里的经历 最后我要说祝Zico好运 它值得 加油 还不忘给自己的好兄弟打气啊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好兄弟 帮助Dickens来完成自己的决赛作品 请请代表我们所有的帮跳的舞者 来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 之前在节目组的话没有跟Dickens有太多接触 然后这一次他找我帮跳的话也是非常的惊喜 但是在排练当中更多的是开心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魅力 就是很细心很照顾我们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在排练的时候 学习的动作其实并没有一帆风顺 因为我们有跳HipHop的 有跳Urban的 还有跳Breaking的 我们都要去学不一样的舞风 然后Dickens每次都会看到我们在什么地方遇到了一些困难 然后就很认真的去帮我们一个一个去完成那样子 对 然后而且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点子在舞蹈上面 这些穿来穿去的这样子 这些还有一些很丝滑的地板动作 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对 然后非常感谢Dickens这一次的邀请 然后我希望Dickens可以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OK Team Dickens Fighting